好,60公斤级的超级战已经开始了 三个回合,每个回合三分钟,局间休息一分钟 这场比赛的两位选手呢,对于武林峰的全民来讲已经不陌生了 在去年到今年的比赛当中,两位的战绩还是不错的 同方赵战士拿到了四胜三负的战绩 蓝方选手卢宝明是三胜两负两次KO对手 就是这个带必顾的这位选手就是太极选手 对,泰拳风格很明显 对,好,两个人互换低嫂 在去年到今年的比赛当中,两位给我的印象还是属于那种 其实比较硬拼形的 是 这两个人有进步啊 通过这样一年的这个历练啊 哎,举手,鼻鼓掉了 当然作为泰系选手这个 有点松,再给他紧一下 这个泰拳系的运动员 这是他们的一种习惯 这是他们的一种习惯 对,是 哇,还果真给解下来了 这个鼻鼓去掉了以后会不会有影响到自己的 心理上会受影响 我们看一看比赛,来 好,两位选手在身高和低战上 好,这个反军前摆决员命中 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然后赵战士 压制对方 这是战士的弟弟赵博士 哦 中嫂 两人平拳 赵战士今天的意图就特别明显 我压制你,然后我不给你打中眼距离啊 因为身高毕竟矮了四公分 对,不占优势 好,挤到拳脚 继续的重拳 哦 对方的这个反击的前摆拳也很重啊 哦,又顶到了 哦,直接顶倒了这个 放 对赵战士还得要小心啊 进去的时候要注意对方的这个顶系 因为对方是这个 太拳系的拳手 太拳系的 嗯 对 整灯控制 拳系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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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保抖防守 好的,千百拳有命中 哦 漂亮的组合 高扫 破坏了平衡 击负 哦 前面前面 哦 哦 这腿软了一下 对 好,没问题 比赛继续 还好,裁判其实没有给独秒啊 嗯 因为赵战士也在双手失忆 哎,我没问题 没问题 但其实是这个 不轻不重的这样一个重击啊 但是能坚持 我觉得对赵战士来讲我就坚持一下 但是我觉得 拿到一个独秒的话要被扣分的 是 我觉得对卢宝明来说 就看到了希望了啊 对 你看 看他能不能 可以再大胆一些去出拳 对 前摆拳又有命中 嗯 嗯 赵战士是好像到现在已经吃了两到三季的前摆拳 又是一季前摆拳 好,还有十秒 嗯 又是迪西 哎 哎 又是前摆拳 哎 最后点点时间 好 我觉得赵战士 我觉得赵战士在 呃,这个积极主任竞争的同时要注意一下对手的拳 是 因为毕竟是 尤其是前摆拳 是是是 还是对自己造成了一些小威胁 是啊 好,看一下慢放 后子权 直接被顶到 看就是这个前摆拳 施展 哎 大家 小心 好,雙方進入到了第二回合的比賽,紅方選手來自山東校王格鬥的趙戰士,藍方選手來自商丘波帕姆的盧寶明。 一如既往的進攻。 一如既往的像第一回合一樣。 兩個人這個動作大開大盒,原子裡的重心都給帶丟了。 趙戰士還要注意對方的前擺拳。 對。 又擠到拳腳了。 哎呦,盧寶明要幹嘛呢? 對。 其實剛剛那一下還是挺危險的。 是啊,一個轉成的後邊拳。 兩個人,你看這個時候其實動作的密度不大,但是每一拳每一腳都特別的重。 嗯,對。 先把拳擊名字。 好,連續。 高掃。 正戰隊控制一下距離,這是泰軍選手的一個特點啊。 稍微有點被動的時候,他們的正戰隊,哎呦,好!變形了推法。 哎呦,不要啦! 嘿,用擺了,用擺了,用擺! 哎,漂亮! 哎,漂亮! 我的拳! 哎,不要啦! 哎,不要啦! 哦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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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剛想說,因為在備戰的時候,趙戰士專門練了這個低掃腿。 嗯,哦,這個內側外側去掃。 我剛想說,哎,怎麼沒見,他就用。 嗯,就來了一個。 就,來了一個。 反应刚落啊 对 反击 其实你看赵战士这样的进攻的方式 对卢宝明也是造成压力的 我们觉得卢宝明还是有点这个体能消耗 也是人色 有时候你感觉到他躯臂防守 其实稍微有点被动的 对 调整一下 中嫂没有发出来力量 扫空了 转身 接个后白腿 就是说两个人的这个动作你看慢下来了啊 是 体能也达到了一个极限了 要坚持一下 调整一下 护之拳 插到对方了 好 有面招 挤到了维生脚 是啊 中嫂非常重 两个人现在其实 并没有太多的这个技术上面的这个 讲究啊 更多的是这个 硬实力 拼的是硬实力啊 两个人都愿意听到这个声音啊 因为 体能都到达一个极限了 接腿 转身 好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顺势的 转身的后边拳 对 所以赵战士要注意啊 可以去接腿 但是要注意对方的转身后边拳 好 好 好 这是第三回合的比赛 两个人在比赛开始之前 先 友好的拥抱了一下 是啊 好 好 那边 放 经过一点点时间 恢复以后 看看体能恢复的怎么样啊 两个人好像倒了 都不愿意站起来 这一道人之后 就觉得小好 缓的也没那么快 对 这起身那一瞬间 感觉到他们两个都挺懒的 对 好 好 我们再继续进入到比赛 看来这个局间冲 血量不够 哎呦 这个高烧威闲哪 其实有击到 但是没有发出来力量 今天赵战是 打的是比较凶啊 对 就我特别喜欢看 比赛 他兄弟俩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 他们那种坚毅的眼神 实际上对对手 也会有一定的震慑力的 主要就是进攻对方 撕开对方的防守 我看这个卢宝明 他的教练在说 他要想往前进的话 对手要往前进的话 你可以用顶锡去迎击对方 又被动了 顶锡想上头 连续被对方 后地扫 对手抓住了一个反击 战弹队控制下距离 重新组织进攻 两人现在集中的火力 就在单个动作上 对 并没有太多的组合 去避防守 再做反击 但这个时候 体能可能 对于二位来说都是 比较难的啊 对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是 高位的扫踢 阵队腿 做转身了 哎 欢迎刚落 作为对方要做转身 好 换拳 挤到拳脚 这个屏幕上显示的是他的这个 他的弟弟赵老师 他的弟弟啊 对博士今年参加了60公斤级 世界金鸟弹挑战赛的这个争夺 嗯 出哪些出哪些别跳 对 起跳 起跳 全要拿起来 全要拿起来 不要拿起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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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哪些出哪些 别跳 你还拿起来 哎呦 都好累 是啊 哎 别跟着你 就是自己不愿意再出动作了 是 好 最后的时间 最后的时间 用哪些 别火 别火 别跳 别跳 哈哈 如我明这个时候 就说觉得想放松了 是啊 其实他这个 他护齿啊 都往外 想要往外走的时候 其实也是一种体能下降的一个表现 确实是这样 明显感觉到体能下降了 然后没有组合了 只是单个动作的交换 哎呦 扫到了 前摆拳 护换 后支拳 这两人打得人样麻烦 后支拳又没中 后摆拳 哎呦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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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一号裁判 二十九比二十八 二号裁判 二十九比二十八 三号裁判 二十九比二十八 比赛结果 同方上 二十九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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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